就是使用ControllerAdvice注解 我们自定一个JSON格式的数据返回出去 其实使用这种错误处理方式的原理就是ControllerAdvice的功能了 它就是一个Controller的增强板 也就是在我们的所有Controller外面包上一层 包哪些Controller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可以通过参数进行控制的 包上完之后干什么呢 就是把这个类里面所有的使用ExceptionHandler这个注解标注过的方法 在所有的请求上面包裹起来 什么意思呢 我们用代码来解释 我们这里定一个ErrorControllerAdvice 统一错误处理 给它使用注解ControllerAdvice 这里添加一个方法 PublicResponseEntity 我们叫HandleException 这里传递一个Exception 我们给这个方法添加注解 ExceptionHandler 我们要处理哪些异常 我们Exception都处理 如果我们有自定义的异常体系 我们可以这里拦截我们自定义的异常机类 我们这里给它添加上ResponseBody 也就是让它以Json格式的数据返回出去 这里让它扫描指定的Controller里面 我们使用BasePackage进行过滤 我们扫描这个包下面的 我们把这个异常处理的代码复制一下 这里就没有了 New一个 这里是通过异常里面获取的Message 我们ReturnNewResponseEnergy 这里把属性传进去 然后给它传递一个HDB状态码 InternetServeError 我们这里也可以根据需要传递我们想构到的状态码 我们这里添加一个属性 跟我们的BasicErrorController处理方式表示区别 点Port TypeAdvice 这个属性仅仅是为了对两种方式进行一个区别 其实完全没必要的 在这里只是给大家测试 我们重启一下 发送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出现了TypeAdvice 这是使用第二种方式返回来的结果 当前两种方式都存在 为什么使用了第二种方式呢 这就要牵涉到两种方式的实现原理了 我们前面也说了ControllerAdvice 就是在对应的Controller上面包裹一层 我们看这里Controller里面出现了异常就到了这里 我们这里并没有异常 直接把响应就返回出去了 所以就到不了错误处理那里了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两种方式都存在的时候使用了Advice这种方式 我们看如果这里出现了异常 我们随便抛出一个异常 Advice 我们这里出现了异常 肯定就会到错误处理那边了 我们再来充其一下看一下结果 发送一下 我们看到这就使用了我们的BasicErrorController那种方式了 现在来总结一下本节的主要内容 我们主要讲的是SpringBoot给我们提供的统一错误处理的功能 首先我们使用的是继承BasicErrorController这种形式实现的 我们参考的是在SpringBoot AutoConfigure这个依赖包下面 有一个BasicErrorController 它是在ErrorMVC AutoConfiguration这个PageLate里面注册到Spring容器当中的 我们参考BasicErrorController的注册方式 重写了一些BasicErrorController的方法 来达到我们自定义的统一错误处理的功能 第二种方式就是使用了ControllerAdvice 其实ControllerAdvice并不是专门为了统一错误处理而提供的功能 它是一个Controller的增强 我们不仅仅可以用它来进行错误处理 还有一些其他的功能 这也算是一种错误处理的方式 我们在Controller外面包一层是ControllerAdvice 如果Controller出了一场 就会跑到ControllerAdvice里面 这达到我们错误处理的功能 但是如果ControllerAdvice再出现了一场 那就会到MyErrorController 也就是我们自定义的错误处理里面去了 我们也可以只使用其中的一种方式 只使用ControllerAdvice或者是MyErrorController 当然两种方式同时存在也是可以的 在介绍错误处理之前 我们还有一个小插曲 那就是时间的格式化 我们可以通过配置两个属性 来改变我们的默认时间格式化 这就是我们有关统一错误处理的主要内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